廟宝 雖然8號深夜 大甲媽才剛進駐到新港鳳天宮 但隔天上午8點 包括鎮南宮董事長延青標 以及嘉義縣長翁張良 已經換上整集西裝 參加祝壽大典 除了廟宝人員及地方政界人士 鳳天宮前超過500公尺的中山路 更是集滿超過10萬名信徒 每個人誠心膜拜 而天宮也作媒 飄來雲層 讓兩個小時活動順利結束 由於祝壽大典完 香燈角就能開婚 搭配今年的活動主題喜福 严青標也特別再度提醒 問家人家吃得下 就要吃 吃不下 我會拿 我會給我後面的人 這樣就很燙 祝壽大典另外一個重頭戲 就是典禮祭拜的十二頭豬公 不少人特地事先登記 希望能帶回食用保平安 旅立部拜拜之後 你登記的名字太少了 拿回去吃冰棒就對了 是啊 另外也有民眾發薪 提供超過500支冰棒 讓信徒消暑 對啊 只想不到 一年到一次而已 除了冰品消暑也有咖啡提神 因為當晚深夜 大甲媽就要準備回家 今年九天八夜的繞姓活動 準備進入下半場 TVBS新聞季健亨 嘉義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實際上 基本列車 搖滅 現在 給我